你 这些人的行为太恶劣了 这属于典型的 居种强制 威胁妇女 他们必须要受到惩罚 我们很想请你 出面做我妹的代理律师 我倒是没问题 但是幸运是我们律所的 实习律师 又是我们主任的助理 上一次因为你的案子 她跟着我一起出来 那主任已经很不高兴了 但因为是幸运姐姐的案子 要帮忙 那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这次这个事 如果幸运再委托我 恐怕就真的得罪她了 幸运 你未来 是要申请职业律师的 我就怕 她会在后面给你使坏 师兄 我是这样想的 像韩主任这个人 我现在也算是看明白了 不管我得不得罪她 她开始坏还是会这样做 她就不是个好人 所以 师兄 你就帮帮我吧 那好吧 慢点 慢点 没事 那关律师就拜托你了 谢悦 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就先走了 姐 我给你打个车吧 不用 不用 我自己认识路 你们忙你们的 嗯 拜拜 好吧 拜拜 姐 走吧 进来 你这几份文件您签一下字吧 这个何姓韵是你吗 你让关涛给你带你什么 没什么主任 就是一点小事 只是不太好说 找废话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再说了啊 我是你的指导老师 你自己有了案子 你不找我 你找一个外人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不是 就你这样 你说 你那个实习鉴定书 我怎么给你写呀 我是写还是不写呀 我告诉你 你要不说 行 可以 那你就离开这儿啊 另谋高就 好吧 你要告的这个人 是不是万家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啊 也就是万家集团的总经理 你 这样吧 这个案子就先不走所里了 好吧 你就交给我帮你打理 你放心 你什么都不用管 保证让你满意 这 主任 这样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那关他也不满意 你让他找我 好吧 可是师兄 你说这事到底怎么办嘛 老韩呢 执意要掺和到这个案子里来 那咱也没别的办法呀 要不然你就让他替你打吧 反正这个案子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谁打都错不到哪儿去 那可不行 绝对不行 我可信不过他 我觉得就跟着你 我心里才能踏实 我呢其实也挺想帮你的 但是无论是从行业资历 还是说在律所的位置 我也没办法左右他呀 所有的重大事件 都是由他做决定的呀 真的 只有你在 我才能踏实 所以你就别躲了呗 你先吃吧 我不吃了 吃晚了 不是 再吃点 你都没 我不吃 我吃晚了 这孩子 那你自己玩吧啊 妈妈吃饭去了 你怎么不吃饭呢 这都几点了 传家还不回来 爸 今天集团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还出什么事 出什么事 出什么事我也不管 什么意思 是真是真出什么事啊 等他回来你问他吧 他这也不接电话呀 不接就接着打吧 爸 到底出什么事了 您就告诉我吧 别让我着急 行吗 你们可都是老马式了 你们这一次去镇上参加会演 代表的是咱们万家庄人的精神面貌 所以啊 还要取得好的成绩 只要拿到了好的成绩 咱们还跟以往一样 奖励 太梁啊 再给咱们重新做一套服装 弄点精神点 好 好 好 那就检验一下 看看咱们这些天排练的成果 好 跟你说点事 着急吗 不着急 我省点儿找你 不过行 寒凉 你先盯着 这有点事 滚 现在就滚 咋干什么去了 你身份上的事 你自己去做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先到这儿 老陈到你们家店去 好 走走走 怎么了这是 传家这回可是捅了大娄子了 青莱媳妇找了一段 他们婚礼时闹混的录像 拿进城里找他们也去了 这个录像要真成为 传家耍流氓的证据 林公安说 就按他们这个行为 构判他几年实行 这么严重 不就闹个婚吗 咱们以为就是闹个婚 可他们的那种行为是借着闹婚 实施违法犯罪耍流氓 这个混账东西 他怎么 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 我从小就不听话 没少挨打 驴打不改 可是不停地给我惹麻烦呢 我怎么怎么就嚷了 这么个不省心的东西呢我 行了行了 老书记 你你 你也消消气吧 一会儿你那血压又该上去了 一会儿你那血压又该上去了